一名黑衣男先是從廟方人員手裡 接過一尊神像 隨後綠色上衣男子拿的旗幟 等待媽祖過爐 將神像請離北港朝天宮 他們聲稱要引起媽祖北上做客 沒想到卻是一場陸神騙局 黑衣許姓祖賢 將媽祖神像照片PO網 本以為是近神發文 沒想到竟是要網拍神像 而這一尊一尺三的媽祖神像 被許姓賢犯以一萬六千元售出 這名嫌犯住在新北山崇 這個月九號下午六點多 和友人駕車來北港朝天宮 向廟方人員表示 要恭請北港媽做客三天 卻被明知情信徒發現 全案才因此曝光 而神奇的是 最終被拍賣的媽祖買家 也是雲林人 相信買家願意無償還給朝天宮 讓神歸遠位 廟方和元景進一步發現 原來這名許姓盜神賊 已經是偷神慣犯 過去使出相同手段 就連雲林順寮宮 彰化陸港天后宮 奉天宮都曾被鎖定 而他都以請神做客為憂 回過頭又以落難神尊上網販售 嫌犯一偷再偷 各宮廟也互相提醒 避免出現更多 落難神明 三地新聞 廖宜德 江俊王 去到雲 雲林報導 與那村上網販售 鐵 王 廖宜德 王 廖宜德 白淘宜德 如賜田 學師 礼宜德 画壁 tension回寬